做一支看起來普通的茶頭 變成成一項藝術品一樣的傳統教 實在不簡單 學官要先切糧 再來修正 人後一點一滴來洗碗 經過三天的合適和麻煩 這裡可以做一支很美麗的素皮 定現乾淨 雖然過程不簡單 但學官都覺得實在很有意義 你們覺得要稍微動嗎 有啊 因為 以後就可以自己去做 來這邊花錢去買 所以你以後就學起來 就可以自己慢慢再來工作這樣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發現有很多的 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以及值得我們在傳統文化裡面 在座去傳承的部分 那在這個部分 我們非常的建議 所有的族人能夠 一起來參與 因為畢竟這個是跟我們的文化 跟我們傳承給下一代 是有密切的關係 由南島館的原住民博羅大學開班的 傳統工智製作班 這個禮拜未至上課 為了將來自花蓮的工智台書 學習 有學官又甘願簽家來上課 其中老師林東先強調 學官對了學習工智製作的美工 其中也能感受過期造成 在山南中生外的種種地位 這個關於到我們祖先的智慧 祖先的智慧留下來 這個就是養育我們這後代子孫的 這個是最其中最小的一個據點 以前傳統工建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原住民都是拿來狩獵 拿來狩獵養家的 那以前老人家會用這種方式去狩獵 那也是他們有這種智慧才有辦法 做出這種的那個氣勢出來 布農族它畢竟是一個 以打獵為主的一個族群 那弓箭它是在狩獵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 所以我們應該不能夠去忘本 但可笑的是 這裡有意義的傳統工智製作班 卻因為佩洛大學沒做經費沒做 好參加人所受審 學官有多擔心 和在地心辦單位 給予萬能集合順利開辦 學官跟老師都很期待 南道官佩洛大學未來會當景景 還再來開辦相關的庫典 繼續給我們收看 彩虹報道